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4月2日 今天是星期二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的2月24 今年是農曆年的甲晨年農年 時間也進入到 是復活節 期 清明節假期 的第五天 今天就不是假期 由於整個假期 我們整合這麼說 當成這個假期連續 是第五天 這一節又要講一些香港有趣的新聞 下一節要跟大家揭露 香港的黑社會 又出事 這次是叫做聖和 聖和 是有人 是拍片的 拍片還要將它上載至社交媒體 這些叫做自己拍片 自己出事的事件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人 永遠是沒有吸收任何的教訓 這一節也跟一個叫做 推斜 的概念有關 什麼叫推斜 跟邪野沒有關的 我稍後 再告訴大家 因為我知道很多香港的聽眾都不開車 為甚麼駕駛車 會變成 被黑社會響打呢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 我們繼續詳細講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臨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所有聽眾 記得幫忙支持 當然我們很希望大家支持 但是當然仍然是致願 也希望聽眾和支持者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希望大家記得訂閱Patreon 也請各位記得安裝VPN VPN VPN就出於關心大家多一點 實際上 有 收益是少許的 當然相當不足夠 不過 我們比較關心大家的安危多一點 就算你現在身在外國 其實裝VPN也是有益的 因為 其實你 上網的私隱保障更加高 因為不知道你是在哪裏 如果不是被人IP鎖定 其實很容易知道你的大概位置 不信的話 你自己上網去找一下 你打WhatIsMyIP 其實有很多網站即時告訴你 你現在身在哪裏 你開了VPN就不一樣了 你會可以 根據你自己選擇 你在世界 當然供應商有提供的地方 你就會去到那裏 即是說 你不會被人那麼容易鎖定到 你現在的真實位置 我們要回來講這個黑社會 拍片出事 發生甚麼事呢 話說 有黑社會 是開車的 開車就被人推車 甚麼推車 不是邪惡 也不是老漢推車 開車被人推車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開車 走在你後面 跟你走同一條路的車 是非常之貼近你的車的車尾 正常的開車 跟一般人正常的走路是一樣的 大家 就算在走同一條路 向同一個方向 舉個例子 早上上班 大家走去地鐵站 走去巴士站 你也會發現人跟人之間 是有一個距離的 即是說你不會貼著前面的人 尾 是貼著來走的 這個基本上是所有人的 基本的禮貌和共識 開車也是一樣的 當然除了一個情況 就是 在固定的地方排隊 例如你在巴士站 排隊的籠裏 大家就會相當之接近前面那個人的背部 你不去接觸 前面那個人的背部 其實是基本禮貌來的 在古代 大家可能沒有練過武術 其實很多 武術 都是講求絕對不會被人埋去你的背部 因為埋去你的背部 即是說是有惡意的 而且 如果你埋去人家的背部 如果對方 是動武的話 他可能會毫不猶疑 對你動手 很多武術 訓練 都是講求絕對不會被人在背部的死角出現 所以 這個是社會的共識來的 就是你不會隨隨便便接近前面走的那個人的背部 同樣道理 駕車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除了塞車排隊的時候 這個就是例外 除了塞車排隊 你貼著 別人的車尾 本身駕車 跳路那麼長 前面的車跟你不是火車來的 前面的煞車是會撞車的 本身基於駕駛安全 也是絕對不應該貼著前面的車尾 所以在駕駛上面 你貼著前面的車 車尾 是一個很不禮貌的行為 也是那句塞車不算 排隊也不算 行綠燈當然更加不算 如果是正常的道路 正常的流暢地走 而你不斷地拿車頭 去貼近別人的車尾 這個就叫做推車 這是一種很不禮貌的行為 也是駕駛者 通常 是嫌前面的車走得太慢 是故意拿著頭 對著別人的尾 其實是跟 人走路一樣的 你不滿意前面的人頂著你 你就會想盡辦法 走到他的後面 然後發出一些討厭的聲音 例如 阻礙了 就是這樣 駕駛跟走路 禮貌是一樣的 大家都知道也不可以隨隨便爬頭 不信你自己 下街的時候你再留意一下 其實 我們平時 走路 也是有一個禮貌 你不會無端端 衝過前面的人 除非那個人是慢到 你接近 沒有辦法 是去等他 說了那麼久 要說回黑社會 黑社會發生了甚麼事 就是這個 叫做聖火 聖火這一位 阿哥 就是說自己 不知道到底他在駕駛還是女朋友在駕駛 就是說自己一直駕駛一直被人推 即是後面 那輛車 不斷地尾隨著他的後備 他就覺得相當之 不高興 覺得 被人推 在馬路上面 駕駛被人推的確是有危險的 而英文也有這個字 英文叫做tailgating tailgate 就是這個叫做車尾派對 車尾派對叫做tailgate party tailgating就是跟著人家的尾 跟著人家的尾 這件事 是所有駕駛者都相當討厭的事 而且也很容易發生意外 多數被人推的原因都是後面的車嫌利太慢 結果這一位 是黑社會男子 就是不滿 他朋友開車的時候 不斷地後面的車被人推 所以 就是終於忍不住了 來到洪水橋附近 就是下車 忍不住 向後面的車是搭檔的 這裏又解釋一下 搭檔就是 耳搭檔的 搭檔就是稱號 所謂的搭檔就是你有沒有聽過我是誰 我是姓我 這個就是 這次這個事件的經典對白 這件事最經典的地方是甚麼呢 他要求 後面的車司機 是道歉的 整條影片當然是粗口橫飛 要求對方道歉 還要叫自己女朋友拿手機 拍攝 叫對方道歉 結果 對方 是屈於 這個黑社會的威勢 亦 真的跟他道歉 說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情啊 對不起啊 有沒有時候是後面的人沒有心呢 其實也有可能的 有些情況可能會是 所以我們真的要提醒大家 無論你走路還是開車 理論上是真的不應該貼住人家 背後的 貼住人家的背後是很沒禮貌 除了排隊之外 甚至乎你等於人家的背後的死角是 圖謀不軌的 結果這個黑社會就是出事的 叫他女朋友是拍片 更加拍攝對方的司機道歉 還要 將影片上載至社交媒體 結果這件事 就搞了個大頭髮出來 因為 公然地 在香港 響打 即是說自稱三合會會員 是徹底犯法的行為 再加上他 是拿著武器 下車 這是另一條罪行 叫做 在公眾地方 持有攻擊性武器 攻擊性武器 就是當一件武器 原本就算不是武器 當你使用它的時候就變成武器 大家應該 2019年也很熟悉啦 所有東西都會說你拿著攻擊性武器 包括索帶 磚頭不用說 還有 氣水瓶 玻璃瓶 行山竹 全部都說你是攻擊性武器 攻擊性武器 一早就知道了 到底誰是黑社會 誰 人在搞事 拍片 把自己的犯罪證據 全部拍下 這個黑社會 真是智商有些問題 我們今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雙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 VPN 串法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嘗試吧 不用擔心 是的 只是有些地方 你可靠的